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罗路报告 我是张银 这一次我们不是要试车 而是在室内给大家静态的讲解一下 长城全新的一个新能源计划 先要说明一下 这个新能源计划 我是在内部的沟通会得到了一些信息 然后制作了这期视频 所以可能会跟3月10号发布会上有些内容 有少许的出入 或者是他们临时的一些修改 那么本期我们就讲这个DHT2代 这是一个赞命名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以及能够带来怎么样的优缺点 还有最后一个话题 PHEV未来将要卷成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说起 长城全新的DHT架构 它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长城可能会全力发力在PHEV领域 减少HEV车型出现的频率 并且全新的DHT架构下 它的PHEV将会全面的转向四驱 这个理念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在这里大概画了两个草图 方便大家能够更加的看清楚 这边我画的是DHT目前的一个架构 一代 当然这是一个四驱的结构 如果要是两驱的话 你就把后面这个P4不要去看就行了 蓝色是能量流动的方向 红色是它动力直接输出的方向 这里是发动机 然后有一个GM电机 所谓的GM电机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发电的电机 专用的 然后这里TM电机是传动电机 后桥P4是一个驱动电机 一代的时候很简单 就是发动机带动GM电机 GM电机给TM电机供电 然后TM电机来驱动前桥的车轮 同时发动机又有一个两档的直驱功能 在这里 然后同时电池可以向TM电机供电 然后GM电机多发的电可以存到电池里面 这个没有考虑共同回收 要不那样的话画起来太复杂了 如果多一个后桥的P4电机 就是电池可以向后桥供电 其实如果再画一下的话 GM电机也是可以往这边供电的 但是没有花那么多 那么DGT2是怎么变化 让它全系去辅迹四驱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前的PHEV的四驱 其实是三电机的结构 现在它把前桥的TM电机给取消了 让GM电机同时兼认TMGM两个功能 然后把原来这儿的电机挪到后桥 然后实现的这样一套 全部四驱的混动的架构 这里能看到发动机还是有直驱车轮的功能 然后发动机可以带动GM电机去发电 发的电可以供电池 也可以供P4电机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直接从电池用电来驱动车轮 然后P4电机当然主要也是驱动车轮了 差不多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按照长程的说法 这套全新的PHEV的结构 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成本控制会非常的好 或者说是如果有朋友觉得你的二代出了 那我只想要两驱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不好意思便宜不了了 因为它省的电机挪到后面 其实主要省的就是一个大功率驱动的电机的钱 这里也稍微提一下 其实长程说成本在全新的这个PHEV架构 两驱跟四驱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撒了一个小谎 之后我再会跟大家后续把这个事说清楚 但是至少目前来看 它能解决PHEV一个痛点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三电机就这种架构的 各家厂商其实也有 比亚迪也有 它们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东西是好但是比较贵 基本没有20万以下的 会比两驱版本要贵很多 长程的目标就是把这套四驱做成跟两驱一样的价格 一些参数的变化 老款的DHT一代 发动机只有1.5T一个配置 然后GM电机 这个是打个问号 因为一般厂商都不会公布 GM电机的实际的功率的 但是应该是60千瓦左右 一般来说是 也可能会大一些 TM电机前桥是130千瓦 后桥135千瓦 这个是拿铁的PHEV 它的一个数据 然后电池是34度电 而到了DHT二代 它出现了两种发动机的配置 一种是1.5T自吸 就更注重经济性 然后搭配70千瓦的前桥电机 这个电机还是那句话 是GMTM两用的 后桥是150千瓦的一个 比以前功率更大的电机 然后1.5T版本 是这里电机变成80千瓦了 后桥一样 然后电池是20和27.5度 两种的配置 其实我在参加二代大狗 试驾之前也有一个内部读通会 我就觉得二代大狗 以它的一个车型定位来说 就应该全系普及电磁区 当然我说的是三电机的电磁区 然后价格做的低一些 这样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力 我没想到的是长城 把这个路子做的更绝 它想的是所有的以后的车型 都要去普及这套电磁区系统了 简单介绍了长城未来的PHEV 一个架构的发展方向 和它一些基本参入之后 我们来聊第二大话题 就是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优点 有什么样的缺点 首先一点就是 如果采用这个架构 相比这边 我们把P4盖住 相比它的一个前驱架构 它的加速能力 是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的 之前在知乎上 有一篇长城官方发的文章 是说DGT现行的架构 GM和TM电机也可以同时输出 就是GM也可以临时切换做TM使用 但不管怎么样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两驱结构的话 它的加速能力 你要受到前桥的抓地力的限制 传动结构的限制 拿我前段时间测的 二代大狗的PHEV举例 它相比以前的HEV版的拿铁 实际上在中后段的加速60到100 差距并不是很明显 就是就算有大电池 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出发动机直驱 大电池让TM电机GM电机 同时大功率放电 然后直接驱动车轮 达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提升 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但是后桥加了大电机以后 加速的时候跟前桥一起输出 它的加速提升是非常迅猛的 这是一个优点 其他的优点 四驱的增加了越野的脱困能力 对吧 而且这种150千瓦后桥电机 如果加上一个后桥差速所 实际上它的一个越野能力 就是这种脱困能力 攀爬能力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哪怕装在SUV上 尤其是二代大狗这样 如果接近脚 离去脚非常好的SUV 它是非常符合绝大多数人 真正的越野需求的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 像坦克啊 木马仁啊 这类的车 然后去干大坡 去干这种碎石镇 我相信这个不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环境 但是有四驱肯定是很好的 除了脱困和一些越野之外呢 四驱还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操控性能 毕竟前后桥都能输出动力嘛 那么在一些湿滑路面也好 在一些山路的弯道也好 甚至可能增加一些可玩性啊 因为它的大电机放在了后桥 带来接近后驱车的一些驾驶的乐趣 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前后轴都布局了电机以后 它可以实现双轴的动能回收 当然受限于你本身的车速啊 就是车你的减速时候 能够提供的这个实际的减速的一个极限值啊 它不可能是简单的叠加 就是说有了俩电机就比一个电机 回收的电能多了一倍 它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有一点能做到 就是在很多时候 如果是动能回收 它涉及到ABS的协作的话 目前的所有车辆的策略都是 你有紧急的 就是车辆的稳定性控制也好 或者说是ABS触发了也好 它的动能回收的部分 一定是要关闭的 然后让刹车卡前来完成这部分动作 否则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混乱啊 如果前后桥都能进行动能回收 那么就相对来说 更不加容易触发ABS了 另外呢 就是长城的给到的数据 也说因为这个新的平台 它的前桥少了一个电机嘛 少了一些重量啊 可能它在油耗方面 跟两驱也不会有明显的区别 也算一个优势吧 现在的三电机的电磁区 比两驱的版本 还是会有一个油耗10%左右提升的 虽然对于PCEV 它们的基数都很低 这个提升也不是特别明显啊 我觉得实际上 它的油耗可能跟两驱版持平 很可能还是这些发动机啊 电机效率啊 这些方面的优化为主 毕竟它的车重 虽然电机确实是少了 但是你后桥增加的 插速器啊 减速器啊 电控啊 它的重量还是会比两驱版有所增加的 这也是为什么开头我说 长城撒了一个小小的谎 就是他们对外要宣称 我们的四驱版本跟两驱版本 我们通过很巧妙的布局 做成了一样 其实是缓解消费者的一种担忧啊 是不是你把全气普及四驱 要在别的地方着不着不 要别的地方要去降本 但实际上它的成本还是增加了的 只不过长城现在就是要咬牙 把这个成本自己给消化掉 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车架 做到比友商 两驱版 持平 说完了优点 接下来说说 目前能看到的这个 未来的新能源架构 它的一个可能的缺点 说真的 相比以前的两驱版 把这里遮住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 硬要说的话 就是如果它是工作在串联工况 就是发动机带动GMTM电机 就是前桥的这个电机去发电 这个时候它就只能后驱了 就没有这个前驱的工况了 但这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相比三电机的四驱版 确实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首先从加速时间上来说 它的这个版本和现在拿铁的 三电机的一个版本 加速还是要慢一些的 很简单 你看这个反动机的功率就是 这边是70千瓦 80千瓦 后桥150 你做一个简单的加法 它肯定是要比之前的130加135 是要低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样的构型 其实对它的电池的放电能力 做出了更大的要求 为什么长城 它做这种电四驱 它的电池会非常大 34度电 然后车架卖的也比较的高 很多朋友都说 是长城为了把纯电模式 做的续航历程长一点 挖比亚迪底下去 其实不完全是 如果同时全力输出的话 前桥再加上一个GM电机的发电 可能有一个 六七十千瓦的发电功率 那么我这个剩下的缺口 也就是200千瓦左右 都是要从电池找的 之前摩卡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5C的放电 40多度的电池 能够提供200多千瓦的一个 供电能力 但是到了现在 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前后桥都用来驱动的话 发动机是没有办法发电的 那么前后桥 所有需要运到的电力 全部要由电池来补足 新一代的电池容量 会稍微的减了一些 但是它的放电倍率 是经过一定优化的 即便如此 还是会影响它的整体的一个加速 因为这边三电机 它同时工作的时候 整体的功率 肯定还要比这个更高的 只不过长程的这个有点复杂 因为它多了一个 DGT一档的直驱 就是在时速 比如40到70 这些时速区间内 或者再高一些 它的发动机能够提供 足够的直驱的凝聚 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 发挥DGT两档直驱的 很明显的一个地方 在加速时间方面 我们参加的内部公共会 也大概给了一个范围 比如现有的DGT拿铁PHEV 它在三电机的情况下 零百加速 差不多是5秒左右这个级别 而两驱版本 目前长程的PHEV 可能在接近8秒这样的级别 那么到了这里是6秒多 不到6秒5 其实比两驱版本 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的 那么我们聊完了 架构上的未来长程新能源 PHEV结构的变化 还有理论上的优缺点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三个话题 长程为什么要卷电四驱 以及电四驱对于普通用户 真的有意义吗 那么长程的当家是什么 就是做SUV 做四驱 它是第一家 说我们的PHEV 要全系转向四驱化 形成竞争优势的 这样一个厂商 四驱对普通用户有没有意义呢 现在其实很多的用户 都认为四驱是鸡肋 而且确实存在一些案例 比如齐骏 十年前的齐骏 它当时有一次换代 换代之后 主打至两驱 再往前就是比较方和的形象的 当年的那个齐骏 也是全系四驱的 甭管你2.0 2.5 但是正是换到了两驱 出2.0 然后把价位拉下来以后 然后销量一顿暴涨 我们也能看到像斯巴鲁这样投铁 坚持全系四驱的厂商 虽然跟进口也有一定关系 但肯定会造成成本的提高 造成车辆没有什么竞争力 大家就会觉得 再加上国内的基建可能好一些 四驱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想说的是 并不是四驱本身没用 而是没有够便宜又够好用的四驱出现 不说别的 就说PHEV这个东西 要是放在三四年前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日系的HEV混动 本田也好 丰田也好 刚刚做的风生水起 让用户有很高的接受度 那么作为燃油车的替代品 HEV其实是足够的 它也不用去充电那么麻烦 然后平时的油耗也很低 也有这种电驱的线性 响应快的优势 如果三四年前你做一份问卷的话 肯定大部分人都会说PHEV没用 我们要选HEV 直到比亚迪把这事做成了 大家会发现PHEV真的挺像的 那么四驱也是如此 当然有一点必须要承认 就是四驱的优势相比两驱 不可能有PHEV相比汽油车和HEV 你做到同价之后 它的优势这么大 但我依然认为 对普通用户的实际的用车体验来说 它还是一个很正向的 而且幅度也不小的这样一个提升了 所以长城现在独打出的这个概念 大概能为它换取来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左右的一个战略的壁垒期 这个壁垒期其实不是说技术壁垒 因为技术上没有什么壁垒 P4电机很多厂商也全都有 也有成熟的之前的三电机方案 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就足够宝贵了 现在的国内市场卷到 你必须有足够的魄力 先于其他厂商做出符合消费者 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做出这样的产品才能够争取到未来的一波的市场 当然这种不迫不利 实际成本还是有所提升的 厂商要咬牙 把这些成本自己给咽下去 还有一点就是阵痛期 那么你未来如果真的全都要推电四区了 那么就会让现在的双电机的两区的战略期 会显得比较尴尬 那么你这个切换的速度一定要足够足够的快 总而言之长城的新能源计划让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 像这样双电机的电四区结构才是可能会让普通的消费者做得最大实惠的 我如果在五年前听别人说 以后你花十六七万这样的大概的一个价格能够买到百公里加速六秒多 亏电油耗五秒多 带着二三十度的大电池 可以当半个纯电动车用 而且还是电四区这样的SUV 我觉得哥在四五年前我是绝对不敢想象的 好了那么本期的罗报告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